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 周末的时候啊,女儿和她朋友去逛街 在这门店里呢,看到一款包 那回来老公我说那包很好 那今天呢,我就去看了一眼 哎,你别说这包啊 做法简单,背起来呢,还挺酷的 这是咱们包的主要材料 面子两片,以及也是两片 四份材料的大小呢,是一样的 长度74厘米,高度呢,54厘米 我们把材料的这个边 这样对折,然后这儿把对齐 距离呢,九厘米的地方的这儿 侧一条线,咱们李子面子 这边的八个角呢,都这样侧 侧好以后呢,咱们把多余的部分剪掉 留一厘米的缝缝 现在呢,我们把李子面子分别合起来 我们把缝缝呢,对齐 然后正面和正面相对 我们呢,在底部侧一条线 这儿的距离呢,是两厘米 中心线,一厘米 我们这样子,侧一条弧线 包底车好以后呢,咱们来车侧边 这个底部的距离呢,是两厘米 这是中心点 这一厘米,我们车上来 剩下的这一段呢,都是一厘米 然后离包口啊,两厘米的距离 有两厘米呢,不车上 咱们面子李子组合好以后呢 这个包口有个两厘米,没有车上 我们分缝好以后呢 像这样子,车一个框,把它加固一下 咱们四个都是要这样处理的 现在我们把李子翻到正面 放进面子里 割好以后呢,咱们包口啊 车一圈,留一个反口 包口一圈车好以后呢 一会儿我们从这个反口 把包呢,翻到正面 那,翻之前啊 我们把李子的底部 这个缝缝和咱们面子 底部的缝缝呢 先车在一起 因为咱们这个包啊,大了 一会儿用的时候啊 分开的话,它这李子很容易跟出来 我们只车在缝缝上 车一条线 那侧边呢,这儿稍微车上来一点点啊 也不要车到头 也就这么一点点 两个侧边啊 翻到正面以后呢 我们在包口车三圈线啊 第一圈线呢,离包口一毫米 我们车一圈 然后下来一厘米,再车一圈 最后呢,下来三厘米 我们再车一圈 车上车身以后 那,咱们装上包带呢 整个包就制作完成了 包带是最后做的 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包带的位置啊 是整个侧边一半 就是中间的位置 不要往高了做啊 还是这样子效果好一点 那整个包呢,是两种啊 这样子翻下来 就和一个包盖一样 那还可以把它给抽紧 那效果呢,就是这样子的啊 整个包的尺寸 大家说一下啊 整个包呢 这儿的高度呢 是60厘米 然后宽度41厘米 侧边的厚度呢 是16厘米 嗯,我发现这个大包啊 除了能放以外呢 还有就是侧边一看 背着大包吧 显得你人特别细流哈 是不是啊 这期视频内容啊 就是这些了 感谢您呢 花宝贝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哈 记得帮忙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